現在的剩餘片鋪在白飯上頭 口感滑嫩又鮮甜的剩餘片丼飯 是許多海鮮愛好者的新頭好 但現在卻爆出有五間連鎖日式餐飲店 販售的剩餘片丼飯 恐怕讓消費者連細菌也都一起吃下肚 這間集團旗下的定十八康寧店 現在是被爆出 不僅大腸桿菌超標 就連不能含有的金黃色葡萄球菌 也被驗出 根據平面週刊報導 隨機送宴五間業者的丼飯發現 都被驗出大腸桿菌 包含不能被驗出的金黃色葡萄球菌 也經見定十八八板動物 以及竹地鮮魚都被檢驗出 疑似食安問題出包 對此政天集團下的定十八表示 產品都有定期送宴以及把關 不了解週刊送宴過程 是不是有被交叉感染 因此不便評論結果 北市衛生局對此將派員前往稽查 並要求不合格規範者限期改善 否則可依食品衛生管理法 開罰三到三百萬元 基本上生魚片跟凍飯 其實它是日本日本的料理的食材 基本上它就是生熟食交叉 這部分其實我們一直擔憂 它有衛生污染的情形 依據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我們根據今天的稽查結果 如果有確實有人為操作的衛生缺失 我們會加強我們稽查的頻率 處理生鮮食品 從用水餐具一直到精手人員 如果都沒有做好把關 導致食材受到污染 恐怕在享受美食的當下 也跟著並從口入 記者 夏澳珍 謝維宜 SNL組 台北報導